大家好,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九龙几页的中期业绩的一些情况 首先是九龙几页在这个星期二的时候就发布它中期业绩 因为它的财能是直到六月份了 所以这一期的中期业绩是从七月份到十二月份的一九年 这个营收方面就下跌5%到288亿多人民币 这个毛利率就有一个改善 从15.7%改善到17.1% 盈利方面就略为提升0.5%到22.8亿 每吨的净利就是267人民币 这个跟一九财年的275大致是趋平 美股的这个基本的盈利是0.79人民币 公司也有派发这个中期股息是10分人民币 这个派息率跟去年的同期是一样的20% 从这个产品的结构方面来看呢 它是86%都是包装纸 然后12%是文化用纸 另外呢就是一个小部分的高档的特种纸跟这个木匠 它产量方面呢 在这个上半年呢是达到8.5百万的吨 这个如果跟去年的同期比较呢 就上升13% 这个也是高于我们之前的预期的12%呢 但是它的这个营收方面的下滑呢 主要是这个销售价钱呢是有一个大幅的这个下滑 这个产品的主要的市场方面呢 89%呢都是中国的市场 另外的11%呢就是其他的这个市场 管理层呢也有提到就是在春节以后呢 最新的一些情况 因为在这个肺炎的这个疫情的爆发当中 所以在春节以后呢 他们整个集团的开工率呢就50% 在国内呢它目前有38条的生产线 目前就有18条呢已经回复这个运作 管理层之前也强调呢 这个是行业普遍的一个情况 在湖北呢它们是没有生产的基地的 它在二月份呢它们估计最新的这个销量呢 会是64万吨 如果比较 基前比较正常的水平呢就是80万吨呢 就是只有80%左右 但是因为呢全年来看呢 它们呢有新的这个生产线的投产 所以呢它们预计呢全年2020财年呢 它们的总的销量呢会达到155万吨 比之前它们的这个集营呢是高于3%了 在原材料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呢 因为在春节以后呢这个疫情的情况 所以呢令到在国内呢这个国费的供应呢是比较紧张了 它们呢也有披露就是国费呢 可以支持它的这个生产就只有10天 外费方面呢这个库存呢就只可以支持18天的这个生产 这个是一个比较紧张的水平 因为在国内呢很多的这个需求呢 就只是集中在必需品跟这个个人的卫生的用品 其他的各种各类的一些消费的活动呢也大幅的减少 令到在这个费籍的供应呢也是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在国外方面呢从国外运到这个运这个国费 外费进来呢也有一些运输的困难 所以令到这个成本呢也有一个上升 但是管理层呢就是比较有信心 因为它们是行业的龙头呢 所以它们呢有一个能力呢去将这些额外的一些成本呢 可以转嫁到下游的消费者 从这个需产的资料也可以看到 在二月中的开始呢 行业跟这个九龙呢 它们都有一个指价的这个提升 这个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也从这个图可以看到呢 从2019年的下半年开始呢 这个指价呢也一直呢有一个调升 也到最近呢二月份呢 这个调升呢也是比较明显了 在新的产能的计划方面呢 它在这个季度呢 也有两条新的生产线在国内呢去投产 分别是在河北跟这个东莞 他们呢就表示目前在国内呢 总的产能呢是一千六百万吨 这个也是在中国的布局呢也是相对的满足了 在未来呢就在马来西亚跟美国呢 它目前有两个再生产的这个生产 他们呢也会在未来考虑在海外呢 进一步的加强在再生产的生产方面的这个生产线 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海外生产这些再生产再运到国内呢 它有一个成本的这个优势 比在国内采购这些国费呢是更便宜了 他们也在美国呢在去年收购这个工厂以后呢 它会进一步呢去改造跟改善它的这个生产的能力 在今年的下半年跟2021财年呢 它的总的资本开支是70个亿人民币 再来呢我会谈到就是有关关税的这个情况 在之前呢中国呢已经呢扩免了在美国进口 木匠跟再生产的这个关税 也在二日中的时候呢进一步的宣布 在三月二号开始了 这个对美国的非子呢 这个进口的关税呢也会扩免了 这个之前呢这个关税是25%的这个水平 九龙呢会到时候会申请这个扩免 它在去年呢财年呢 一共在这个非子进口的关税呢是达到6个亿的 所以在今年如果可以扩免以后呢 管理成就估计它每吨的精力呢可以提高23块 在这个负债比率方面呢一直因为他们的负债比率也是比较高的 但是从也可以看到就是慢慢呢从过去的那么多年呢也是有一个进一步的改善 到最新的这个数据呢就是2019年的12月份呢它的这个负债比率呢也进一步改善到50% 我们呢也会预测因为它在未来呢这个成本开支跟资本开支方面呢会慢慢的减少 令到它整体的负债比率也会进一步的改善 最后呢我们还是维持这个正期的这个平值 根据它在中期业绩发布以后呢我们呢就有上调它的盈利的预测 分别是7%到10%的这个调升 主要呢是反映到呢它在毛利率方面的改善 还有就是关税的扩免之后呢这一些的收益 它目前呢这个股价呢是2020财年的7.8倍跟2021年的财年的7倍 这个也是相对比较吸引的这个水平 在目标价方面呢我们是调到之前是9块3毛 呃因为其实呃昨天呢它的这个股价已经达到我们的这个呃 目标价了呃我们之前呃11月份是呃呃 呃initiate这个浮盖呢之前是8块多 所以已经呃这个升幅已经是达到超过20% 现在我们的目标价呢呃呃会进一步的提高到10块5毛 这个是2021财年的8.1倍的 这个也是根据同研呢是有25%的一个溢价 呃今天我的这个介绍到这里了谢谢 谢谢